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显然这个尝试是很成功的 哪怕初代的脸上还是硫酸脸 可依旧不妨碍观众喜欢初代 初代的战斗剧情和场面都是很经典的 在奥特曼系列中比较经典的一部作品 很多小伙伴在选择最好的作品时 都选择了初代奥特曼这部作品 初代的结局也是让人没有想到的 竟然被宇宙恐龙截顿干掉了 或许正是这种不是很圆满的结局 才会让很多观众记住了初代奥特曼 第二个就是戴欧斯奥特曼 这部剧能够出现都是很幸运的 毕竟那个时候远古不思的状况很不好 可以说是剧组最穷的时候 想着能够靠着这部剧吸引观众 哪怕没有足够资金请群众演员 直接就让剧组的人吼得热闹 要是有细心的小伙伴去看的话 会发现群演几乎都没有变过 这部剧就算是剧组很穷的时候拍出来的 可是在打斗的剧情上是没有缩水的 第三个就是雷欧奥特曼 在经历了一系列作品之后 远古公司希望能够有奥特曼出现改变局面 雷欧奥特曼就刚好出现了 这部剧也是成为了永远的经典 选择是由格斗技能贯穿这部剧 也是被小伙伴们称作是光之果格斗王 这部剧也是非常热血的 基本上都是拳头对拳头的场景 看着也是让人觉得热血沸腾的 第四个就是迪迦奥特曼 这部剧真的是很经典的一部剧 说是成为了一代人 回忆也很过分 在整个奥特曼系列中是无法超越的 迪迦无论是战斗场面还是经典剧情 都能够让小伙伴们看到满满的回忆 更何况是迪迦的人间体大部 也是吸引到了很多的观众 这部剧在中国也是受到欢迎 当时真的是疯狂喜欢迪迦奥特曼 现在哪怕那段时光已经过去了 还是觉得迪迦无人能够超越 如果你是迪迦奥特曼的话 还会选择出现在大家面前 还是只做经典呢 评论留言告诉我吧 您的观影我的荣幸 我是Michael 明天见